好,雷俊芳回到最後一節 或者我想分享一下一些經驗 因為剛才我們去到之前那一節最最後一節的時候 講到有個網友可能住在加拿大 就說近期非常冷的天氣 街上也看到TV Eddie就說其實在一個嚴寒的天氣 對於所有的車其實都可能會有一個影響 其實講到這件事 就真的可以分享一下我讀大學時期的經驗 因為我沒有試過在雪地開車 我沒有試過在雪地開車 我真的非常有經驗 真的不是開玩笑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在加拿大中部的一個地方叫Winniper 中文叫Winniper 我們當地很多人就把這個地方叫Winniper 因為這個地方一年裏面有六個月是冬天的 OK 而這個冷的情況是可以在中午的時候 是零下四十度 可想而知 中午的時候都零下四十度 去到晚上半夜就不用說了 已經是 OK 所以在這個極寒冷 而漫天雪地的環境下 去駕車這件事 我就絕對是可以分享一下經驗的 我聽說有些地方冷到一個點 它會再報外面的一度 它只是叫你不要出街 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那時候 是啊 那時候就沒有 那時候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在加拿大 其實很多地方都會有的 它會說就是那個所謂叫Winniper 因爲你有風的情況 這樣會冷很多的 所以有些地方 它就說 現在外面的溫度 負多少度 如果你加上Winniper 可能就會變成 再冷多十度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那個地方 都有這件事報導的 但是呢 就正如Eddie所說 OK 去到真的 飛翔東的時候 它都不相關說 加上Winniper 因為你 外面不加Winniper 都負40度 加上Winniper 你負40度和負50度 其實你不會真的有很多分別的 你出去就是不必要出去的了 你不出去的話 你怎麼都不會出去的 所以其實就意義不太大了 而且這次那個北極那個寒流 就是 其實在歐洲呢 去到希臘呢 都是 雅典 其實都是希臘裡面 比較低的地方 其實它都是 都是下雪 好像近這十幾年 都是沒有下雪 希臘是下這麼多雪 很誇張 這些地方 你不會預期它會見到雪的 老實說 所以都很誇張 我想說一下 其實為什麼 在冰天雪地 你呢 用內延機的車呢 可能有些少許 因為第一 因為正如剛才K.O.所說的 你如果冬天冷的時候 你一定要開個熱烈的 你的汽車要開熱烈 其實這個是對那個 搶電很厲害的嘛 但是相反來說的話 如果你用內延機的車來講的話 當然它都有個熱烈 但是問題就是 你是開車的時候 你當那部車是 那副機器是冷的時候 你就當然要開個熱烈 已經是有足夠熱的 熱到你飆寒 那時候已經是 那所以 內延機的車在天氣冷的時候 其實呢 它就反而可以保存到一些 就沒有 就是 可能在食油方面 就反而 未必會這麼厲害 反而內延機呢 是在夏天的時候呢 你要不斷去開著那個冷氣呢 就反而會取得多一些 就是取得多一些 還有你說的話呢 因為在 譬如說加拿大 我當時讀書的地方 它已經是 就是 很能夠適應到這個 嚴寒的天氣 而繼續需要開車呢 它有一些所謂的基礎建設呢 是已經是做了這件事的 就是呢 就算你是在普通的 街道的 的停車位也好呢 它都會有一條柱呢 是可以給你插電的 那所以呢 當時來講的話 在我們那個省的車呢 每一部 就是 銷售的車呢 那個引擎裡面呢 它引擎裡面呢 也有一個小小的熱烈的 就是它本身就是 就是方便 就是冬天的時候 當很冷的時候呢 你就要 另外外面要插 要有一條電線 就是呢 駁住了那個引擎裡面的熱烈 OK 就是給你冬天的時候呢 你要開車的時候呢 就是 你停下來的時候呢 就給你插著那個 讓你那個 引擎裡面的熱烈 熱烈呢 是暖住你的引擎裡面的機油 如果不是呢 連機油都被封閉了的話呢 你就真的 你真的習慣了 這件事就是 所以 如果機油都是被封閉了 可以怎樣呢 就是剛才用你的方法 是啊 就是那樣子 沒錯 所以就是在嚴寒的地方來說 其實它已經 因為你這麽多年了 已經是 所以其實它這個 這個基礎的 已經是很善良 很善良 已經是 所以反而應付到這件事 那當然你說 會不會有時候 可能有同樣的 相似的設施 是給電池呢 這樣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在現階段來說的話 就可能 未必是可以真的 實際來說 特別是某些國家 未必是可以 很短時間 或者完全廢除了 這個ICE的 車種 因為一些 獨特的 當地的一些 天氣的 考量因素 這樣 這個也是 給大家的 興趣的分享 這個也是 這樣 我想也是 尤其是 位度比較高一點的地方 其實也要想一想 你說香港地方 凍極都是 可能 零度到 最多是 拿著軚盆的時候 就覺得 手會比較冷 但是 Tesla 其中一個選擇 就可以說 令到 那個軚盆 那個 拿著軚盆的位置 就會發熱 那時候我就沒有加這個選擇 我覺得 怎樣 香港也不用了 有什麼所謂 最多就是 擦一下手 然後就拿 其實這個選擇 我自己覺得 有點廢 在香港的情況 那 再看看 那 那 EV 還有沒有什麼 新的發展 近來你覺得 比較 眼睛 或者是 知道 我想其實 上個禮拜 是不是好像上個禮拜 其實都說了 就是說 今年來說的話 其實很多車廠 都 似乎是有不少的 就是 EV 新的型號 是推出的 那 就算你看回 剛剛過去這幾天來說 其實都看到 就是 一些傳統的 車廠 其實都有一些 新的 是會 就是 擺放 更加 投放更加多的資源 在推動 EV 的進程 今天最新的新聞 就是由 美國福特 就是 所發出的 那就是 Eddie 是Tesla 的車主 也是Tesla 的股東 其實都 有些網友說過 Tesla 另外一個 現在是積極 就是 發展 會是 生產汽車 就是德國 在德國 就是 就是 不知道 第幾個 即是 Factory 第幾 我也不知道 已經是 原來 但是福特 也都 宣布了 剛剛就是說 他會 好像 都說 一兩個B 美金的 資金 去更新 現有 在德國的 一個 存在的 車廠 當然 車廠本身現在就是 生產著 羅賢基的 汽車 但是 美國福特 就宣布了 會投放一個 非常大的 資金 是把這個 車廠 全面的 變革 成為 他們將來 在歐洲的 一個生產 EV的 橋頭堡 一個重要的 一個地方 那樣 所以 我們都說過 其實傳統的 汽車廠 背了一個很大的包袱 但是 有些就 比較 銳意地 改變 那樣 有些 就可能 仍然 一個比較 VNC的 一個 路線 但似乎現在 美國的福特 都 是 投入一個 一個 比較大的 一個 在這方面 所以 我想 接下來 應該都會見到 整個EV的 工業都 會越來越熱鬧 如果 在國內的情況 當然 我們偉大的 行遲 出了一些新車款 但是 你試過坐過沒有? 誰啊? 你 行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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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不是 我以為 我以為 你們這些 超級熱鬧 許三 會讓你們先試 和阿甘弟 你們先試 之後 我們才買到 如果 國內的情況 如果大家有留意 之前 幾大巨頭 Tag股 就是BAT 所謂的 百度 其實 這幾年都落後了幾多 但是 你如果看回 這一兩月 其實是 升得很誇張的 之前是 二百多元一股 百度 升到 三百多元 就是 說 百度 是有機會 做一個電動車 反而 另一個消息 就是 百度 應該是有機會 做一個 自動駕駛的 一個 軟件的製造 開發商 國內 你知道 多數都是要用國產的 其中一個開發 比較 做得好一點的話 還有 可能 中央政府 有機會 受意 百度 作為 整個電動車 自動駕駛的 一個 軟件的開發商為主 所以 如果 你知道 什麼程度下去 大陸說 十三四億 就很誇張 所以 這樣去試 百度 基本上 好像是連續 十幾個交易日 都一直上升 在美股裏面 所以 二百多元一股 三百多元一股 當然 今晚 三晚 其實開市之後 那個 生物指數 那個跌幅 就是比起 之前 剛才的Futures 好像為多 那現在 就 NASDAQ 剛才你記得 我報的時候 Futures 都是跌了0.5% 但是 現在都跌了1.1% 那大陸說 就輕輕跌0.1% 跟著 S&P 都跌了0.5% 所以 跌幅 是加大了 但是 就不知道 三晚 賣單收市計的話 是升的跌了 但是 再拭目以待看 那 這一節 最後一個消息 也想說回 孫正義的投資 那 那 剛才我也說了 在日本 就是日經指數 其實就去回 之前那個 三萬點的水平 那 其中一種 升得比較多一點 就是 這個 Softbank的股價 其實Softbank的股價 都是 都 升得挺誇張 那 為什麼Softbank 比較多 其實 其實 美股 就是那些 Blandcheck的公司 即SPAC 其實都夠了它 而且 之前 他 K.O.有介紹過的 多Dash 其實Softbank 都有拿著股票 還有 近來好像 Uber也升了 所以 導致Softbank 和Fission Fund 都是 其中一個 Catalyst 還有一些SPAC的公司 都 其實孫正義 都挺熟悉 用這個SPAC的方法 去將這些公司 去做 IPO 雖然 那間公司 未必是 拿到深淺 但是 起碼 已經升了 一個倍數 如果Softbank 是一個 book to market 的情況 有機會是 mark to market 的情況 有機會是 它的股值 會提供 其中一間 新的公司 就是 其實我做 雲觀科技 Hash tag的時候 Den 就提醒我 他就說 Eddie 你可以看一看 一間公司 就叫做 右邊這間公司 就是 Kupang Kupang 我剛才說 韓文的拼音方法 這間公司 其實我不太熟悉 我比較熟悉的是 左邊那間 G market 這間公司 因為 韓國 就有幾大的 e-commerce 平台 之前做得比較好 我那時候 在韓國裏面做的 就是 G market 比較大 但是現在 原來 在 Kupang 其實 都拿了很多 個 市場 我嘗試 看看 G market 和 Kupang 其實 他們兩個的 差別在哪裏 但是 疫情 又是幫得到 很多 因為 疫情 多了人 用e-commerce 的方式 去買 日常用品 所以 Kupang 其實都是受到 很多不同的客戶 多了人客戶 和多了客戶 在平台買東西 如果之前 香港的朋友 或者是 大陸的朋友 買一些 韓國裏面 很多時候都會用 G market 但是 看回Kupang 他做的 有幾樣東西 是打贏了 G market 和另一個 Player Naber N-A-V-E-R 那間公司 其實打贏了 第一個 Kupang 其實你看回 我看到 在 美股年燈 Reddit 股民的 評論 就說 Kupang User Interface 就比較 比較 這個很 subjective 你說那個 介面 看上去比較好看 以及 用得 User Friendly 比較出和力 比較大 這也是一定 有個因素 因為 有時候我用一些 討論平台 都會覺得 你這麼麻煩 買賣一隻股票 都按了 很多的按鈕 可能價位 都變了的時候 我可以增用 平台 但如果 好像牛牛 我不是幫 賣廣告 但是 真的很方便 覺得 一按就按到 就馬上沽到股票 真的太方便了 其中一個網友就說 Kupang 就是 用這個 interface 比較帥 第二個 留言 這個網友 就真的在首爾 所以真的值得看 他就說 我比較喜歡 G-Market 因為 它是比較 便宜一點 但是 還有 他說 一個 弊端 他說 Kupang 非常好 太容易 太多選擇 而且 太危險 就是 他意思是 如果在 Kupang 這個平台 去買東西 因為付款 可能非常方便 你記得 Amazon 其實有一個方法 就是 一按就可以 立即買東西 不需要再去輸入自己的 付款 按完之後 就馬上買了一件 但是 Amazon 也很好人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 買錯了一件 我試過一次 我不小心 按到一件 我立即取消 它也是給你 在一個 我想短時間的 時間範圍裡面 它是給你取消 這個選購 所以都OK 所以他就說 Kupang 就是 給錢 這個方法 方便於G-Market 很多 然後 其中這個 真的打贏了很多 E-Commerce 其實我在我的平台 就是 我在星期二裡面 那個宏觀科技 hashtag的時候 就說 那個 信封集團 和 這個 京東物流 那個方便 我想京東物流 和Kupang 有點像 就是 你那個E-Commerce 平台 就算是很方便之外 其中一個 令到消費者 覺得舒不舒服的話 就是你送貨的時間 要多少 要多久 他就說 Kupang 就是非常之方便 基本上是 next date 已經可以收到 那件貨 甚至 我看到一些平衡 是說 24小時 甚至即日 已經收到 一個貨 他們的名字 就叫做 Rocket Delivery 基本上是買完那件 東西 就很快 很快地 然後 運到貨給你 這個很重要 因為 早買早享受 如果你遲買 遲些才能享受 所以 買完東西 當然很想快些 擁有 音樂都給了錢 還有你想想 實體買東西 和網上買東西 實體買東西 你基本上是 給完錢就馬上獲得到 其中一個 弊端 e-commerce 就是 你買完東西 可能要等一段時間 你收到貨 如果Kupang 真是一個很快 的送貨 其實就令到 它的 使用感 是好很多 但是 我看回這條數 就是 Kupang 其實準備 孫正義 其實應該在 紐約那邊 NYSE 已經追蹤了這個IPO 所以 有幾個幣端 就是 這間公司 有少少 inflation了自己的 revenue 的數 我覺得 它是用 accounting 一個trickiness 去做 其實 topline 這個 這個 數字的話 你的 覆法是 有一個 叫做 let 的 revenue 就是 靜的 營業 還是 一個 gross revenue 就是 一個 比較大的 營業 我舉個例子 譬如 大家都知道 最近 農曆新年的時候 在大陸的 票房收入 其實是 很誇張 其中 一件事 就是 電影的發行公司 究竟 是 預約整張 氣票的收入 作為 revenue 還是 部份 的部分 才是 預約 因為 每一百元一張 氣票 其實 在大陸的情況 大約是 35元左右 才是 給片主 所以 究竟你是 預約100元 這個收入 還是預約38元 這個收入 這個就是 net revenue 和gross revenue 的分別 你的bottom line 就是純利 是一樣的 不過收入 即是在上面的營業 top line 就有少許分別 當你一個公司 尤其是startup 的時候 它未必有盈利 是計算是 price to sales 的情況 如果你的營業 是 比較大 你就預約 gross revenue 你看到去的price to sales 又是 就沒有這麼貴 所以 可能是有這個 困難 而且 如果電商平台 你整個交易 都預約了revenue 其實都頗取巧 因為你肯定 可能是 你一百元 可能也是賺了一兩元 是的 而且你知道 e-commerce 是其中一個計價 就是叫做GMV 的一個 就是 gross merchandise 的一個 value 這個數字 經常要看這條數字 所以你預約大了 可能真的會影響 還有你想想 那製品 這麼方便的時候 你一定要投入很多 下去做的物流 這是很高成本 所以我看的情況 就是欺詐服務員 因為它是 有些平台就是 不是欺詐 而是壓榨 對 對 你的用詞 你說得對 就是 壓榨 一些供應員 因為 平時可能數期是很好的 一個月就給你 但是拖到三個月才給你 所以 整間公司看下去的 貸入就做得好一點 這個星期的時間 差不多了 去到尾聲了 下個星期我們再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追蹤 讚好 分享 如果可以的話 就課金 我之後 有時間 我盡量拍一段影片 教大家如何課金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一個 第一時間的話 大家可以按課金 這個制度去做 可以給我們 多謝大家支持 感謝發財 大家牛年行大運 多謝 好 大家照顧